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字词 第六课 使徒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次使徒 以佛所书第四章十一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 在五重制式里排最前头的是使徒 圣经给使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充满嫉妒他本身 我们看西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他说同蒙天朝的圣洁弟兄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 所认为使者 原文是使徒 为大祭司的耶稣 使徒在希腊言文叫 Apostolos 大家讲Apostolos 的意思是一个被猜浅的人 被猜者 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被猜的人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你们 教会有使徒是因为 耶稣本身就是一个大使徒 他是由天父 猜牌来到世界上 来 有使命的来拯救我们人类 OK 一个真正的使徒 是一位常常带着使命 不仅仅去而已 而是被猜浅出去 每一个使徒被护照 作为使徒 是一定有使命 和被猜浅出去 他不是随意 啊 我喜欢去中国就去中国 我随便去非洲就非洲 他是有使命 被猜浅出去 OK明白啊 我们来看 使徒行传 十三章 啊对所以 第一 十三章提供我们一个画面 圣灵如何猜浅 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外邦人的使徒 OK 接下来 使徒的凭据 圣经记载着使徒的凭据 我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guide 来怎么认出 今天我要教你 如何认出真正的使徒 OK 那这个是一个guide line 一个经文如何看出 一个是不是真的使徒 我在你们中间 用百般的忍耐 借着神迹 奇事 异能 显出 使徒的凭据来 所以 真正的一个使徒 有什么凭据 神迹 奇事 异能 今天他们所谓 所讲的 自称的使徒 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自己去查 要站在使徒的自分 他必须要 以主一个经历 非常深刻 很珍视 很超自然的一个经历 不是恶手的经历 或者 传统 留下来的遗传 我们 哪一个人 哪一个例子 就讲使徒保罗就好了 你就能明白 为什么这样 他在维护自己使徒的身份的时候 这样说 我不是使徒吗 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 每一个使徒是见过主耶稣的 如果一个使徒没有见过主耶稣 他不是使徒 等一下让我解释 保罗没有像十二个门徒那样 亲身见过耶稣 但他有一个属天的经历 他在意象中遇见了主 十二章第九章三节到六节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经历 即使他蒙恩得救 也是超自然的 圣经讲他 看到耶稣就瞎眼了 然后人家领他进去 大马社城内 然后阿南也按着他祷告 他就领了 圣灵充满 接受方言 然后就得救 有谁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使徒 他以主的属灵经历 让他能够讲论有关主的晚餐 我当日传给你们 也是从主领受的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你看了吗 你看到了吗 不是你看了吗 你看到了吗 少一个到啊 你看到了吗 他没有从其他使徒身上 学习有关主的晚餐 他是借着启示领受的 耶稣亲自传授给他的 请问 聚合晚餐 只有十二个门徒 保罗有在那边吃吗 没有 他知道真正情况吗 他知道整个情况吗 他不知道 但是他竟然能讲说 他竟然能够告诉 哥林多教会 我当日传给你们 也是从主领受的 他是有这样的启示 他是有这样的启示 看见他可能就在异象中 过的拜启示中 看到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 一起共享那个晚餐 那个情况 他把整个东西 得到启示来教导 哥林多教会 这些师徒 保罗所传的福音 不是人所教导的 乃是圣灵所教导的 我们看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乃是从耶稣基督 启示来的 使徒是领受最高启示的 耶稣亲自跟他讲话 他所有的福音 他所有的教导 他不需要任何人去教 我们听过别人教导这些事 但保罗从未学习这些事情 我们阅读加拉太 书关乎保罗的启示 证明他遗嘱有很深的一段经历 我们来看 加拉太书第一章 十三和二十四 而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第二节 十三 十三节到十七节 来 来 来 帮我读一下 你们 我跟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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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是 冰冲 冰冲 第1章13-24节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避拨残害神的教位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一团更加热心 第15节 然而那把我从母妇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招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取释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以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 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独往亚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社 对 暂停 所以你看呢 他一信了耶稣 他在加拉太说说信了耶稣 他就没有找任何人 他就直接去了阿拉伯的地方 然后独自一个人 保罗待在阿拉伯多久 无人知晓 但保罗就是在阿拉伯期间 领受福音的奥秘 然后在他所有的书信里表述 你看他写的十三封书信 都是在那个阶段 在阿拉伯的时候 他领受的意向 和的教导 和的启示 来 人十八到二十四 过了三年才上 连入三年之间 基法 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十九 自已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弟兄 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当时我写给你们的故事 故事谎话 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二十一 以后我到了 谢利亚 谢利亚和基利加境内 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 都没有见过我们的面 二十三 不过听说那从前 必够我们的 现在传扬他言先说 惨害的真道 二十四 他们就为我的颜护 归荣耀 三年过后 保罗从大马赛回来 才去耶路撒冷 以彼得回面 和他住了两个星期 看到没有 然后 每一帮读 第二章一而二 第一节 过了十四年 我同班 把丢上耶路撒冷戏 并带着提多同趣 第二节 我是放起事上去的 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 对弟兄们 承说 迟说 承说 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 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崩跑 所以你看 从这里的经文里面看到一个使徒啊 他的生命完全是受启示来掌控和支配的 这次是他的特点 保罗如今已经讲到十七年了 他不知道 讲十七年怎样来 就说 十四年 对吗 过了十四年 然后 没有 他在 他在阿拉伯多少年 没有人知道 但是从阿拉伯回来 过了三年 回来 回到大马社 在大马社过了三年才 上耶路撒冷 去见彼得一面 基法就是彼得 OK 基法 他是另外的名 他的另一个名称来的 基法 彼得啊 和他同住十五天 见了一个短 短暂的十五天 见面过后 就离开了 然后十四年 才上耶路撒冷 没有上帝的安排 没有上帝的命令 没有上帝给他启示 他也不要去了 所以到今天 到那时候为止 保罗已经讲道十七年了 他不知道使徒们 传些什么 他也从未听过他们讲道 他只是 区区与彼得同住 短短的两个星期 保罗传了十四多年的道 圣灵才指示 他应该上去耶路撒冷 见见其他弟兄 和他们交流 你看到上帝的奇妙没有 你看到上帝的 智慧没有 如果上帝 如果他一信耶稣 马上叫他去耶路撒冷 没有人敢相信他 因为以前他是 剥害教会的人 你看上帝把他隐藏起来了 让他隐藏在 阿拉伯有多久 我不知道 但是上帝 在这个阶段呢 他在外邦的教会那边去传福音 传到一个程度 人家开始感接受他 开始相信他已经改变 已经蒙恩得救信仰耶稣 然后他才带着奇事回到右上 如果他一马上紧张张的 用自己的方式 我信耶稣了 我来见你们 谁敢接他 这是上帝的智慧来着 不是没有理由的 看到没有 保罗确实遗嘱有一段 有段很深的经历 每一个使徒 一定跟耶稣有亲密的 亲密 亲身经历的经验 才是使徒 使徒的工作 还可以继续吗 还有分钟 可以继续 使徒的工作 根基的奠定者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 我照着神所赐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他使徒做什么 使徒的工作就是立根基 以佛所书第二章二十节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耶稣基督自己做防脚石 最大的特点使徒就是立根基 我等下我再继续看 你就明白了 我的也是有问题 你把你有问题的给我来 可能我把两份倒转 嗯对了 我看来十七啊 我没有十七面的 这里有 十七面 第一 使徒首要的工作是立根基 十二个使徒立下教会的根基 就是早期所有的他们一百二十个人 包括十二个门徒 犹大出卖耶稣 死后被取代马提亚 被取代犹大成为十二个门徒 他们在耶路撒冷那边 然后他们就立了教会的根基 这样他们讲立根基 他们是最早的拓展者和复印的使者 第二他们能立下根基 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 诶 使徒的知识似乎涵盖其他的知识 但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 有建立众多教会的能力 不是你想当使徒就能当使徒 不是你叫使徒你就是成为一个使徒 使徒是一个立根基的工作 他必须有一个能力 就是能够建立教会 去到那里 升到那里 去到那里 建立教会那里 这是使徒 OK No.1 使徒拥有超自然的人力来自理事 根据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 自理事的言文的意思是 组织的人力 他能够组织 把教会组织起来 OK 第二 在教会被建立之后 使徒便可以自行他的治权 在这些他亲自建立的教会 哥林多前书9章1节2节 建立 许多自称是使徒的人 喜欢超宠去挟制 挟制别人 他们会说我是使徒 我有使徒的权柄 你要照我的话 照我吩咐的去做 在新叶时代 使徒只在自己所建立的教会中 自行他们的治权 保罗从不会自行他的治权 在耶路撒冷教会 或者在其他使徒所建立的教会 自行治权 所以你要当心 你要小心 如果你的教会 毕严教有一天 他说我是使徒 我要来 来 自行我的 治权 你回去你的教会 滚回去你的教会 你自行你的 你自己的治权 他不会去超宠别 真正的使徒 只是会建立他 自己建立的教会 自行治权 而不是去别人的教会 去超宠别人 去观察别人的教会 OK 请记住 使徒是以能力著称 不是以明治著称 OK 假如他们没有能力 立教会根基的话 他们就不是使徒 明白了没有 OK 我看暂停在这里 要小遍去小遍 第三 那些真正被送到 被送到 呼召 那些真正被送到 呼召 对对对 对对对我没有读完 OK 第三 那些真正被送到 呼召 且被圣灵猜浅出去的宣教士 也是一位使徒 OK 不是每一个宣教士都是使徒 但是真正被上帝呼召 被拆遣出去的 这些都是使徒 A 十五行传第十三章 第二节和第四节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 巴纳巴和扫罗 去做我 照他们所做的工 然后第四节说 他们既被圣灵猜浅 这是很关键的 所有的使徒 他们是个被猜浅的人 他们离开安提亚 开始他们对外邦人的守治宣教 行程 巴纳巴和扫罗 B 在信业里从未提及宣教士 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这与使徒的自分有关 C 宣教士拥有所有五重知识的人力 第一 他必须去那边做传道的工作 他拯救灵魂 去到一个地方 不要拯救灵魂 第二 他必须做教师的工作 他教导人和建议人 第三 他必须做牧师的工作 牧养和照顾人一阵子 在仔细观察使徒保罗生命 我们注意到他承受 不在基督民被撑过的地方传说应 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他通常都留一个地方 长达六个月到三年不等 他不会长久的 使徒不会待在教会不出来的 待在教会不出来的使徒真的不是使徒来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教会他称他自己使徒 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教会的 很怪的 他真正的护照不是一位牧师 但他会待在那里用真理建立当地教会 然后再离开那里 他给目标设立目标设立长老知识 所有东西把架构建起来他就离开了 第十八面 今天使徒还上纯吗 今天使徒还有在吗 第一 没有 一个 没有一个 保罗也不算是 原本的十二个使徒 十二使徒是高阳使徒 启示 启示录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十四节 圣经提供我们有关十二个使徒的资格 当他们挑选另外一个使徒来取代犹大的位置 我们看使徒行算 第十五章 第一章 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教会读 他使徒几多人机会有 越有一百二十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十六节 弟兄们 圣灵界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 领人 祝拿耶稣的优大 这话是必须饮验的 必须饮验的 细节 他本来必在我们书中 并且在使徒的事实上 折了一分 十八节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来一块钱 以后生子 铺倒 肚部 分裂 肠子都流出来 十九节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 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 画给那块钱 起名叫 雅瑟大马 雅各大马 雅各大马 就是血甜的意思 这个时间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厌他的晚处 厌为 住处 住处 厌为 幻野 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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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句 住 又说 厌别人得他的自愤 自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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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接上身的日子 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为止 为止 必须从那 祝常 以我们 作伴的人 中 为 中 立一位 与我们 同做 耶稣 复活的 见证 所以你看 他们怎样 选使徒 他们怎样挑选使徒 以来做标准的 21节 22节 很关键 他说 所以 主耶稣 在我们中间 始终出路的时候 就是从 四十月 开始 直到 主耶稣 离开 被接生天的日子为止 要 怎样 选使徒 就是 这个人 必须要从 耶稣 在我们当中 就是还在我们 活着的当中的时候 他跟耶稣 从十十一旦 跟耶稣 跟到 跟到耶稣 被杀 然后 埋 复活 升天 这样的人 才能 被选为 使徒 必须 常 与我们 作伴的人 中立 一位 与我们 同做 耶稣 基督的见证 要成为 十二使徒 他们必须 具备 以主耶稣 在世时 和他们 和他同行 三年半 在一起 出入服事 保罗 没有身在其中 原本的十二使徒 是见证 主耶稣的 事工 生命 死亡 埋葬 复活 和升天的 差遣者 他们站在 他们站在 其他使徒 和知识 不可 取代 的 位置 他们 叫做 the apostle of the land 羔羊 的 使徒 是耶稣 亲自 挑选 的 使徒 没有人 取代 这个位置 回到天 家 新天 新地 的时候 他们 你会看到 他们 坐在 那个十二个 宝座 那边 没有人 取代 第二 今天 使徒 仍 尚存 好像 巴拉巴 和扫罗 那样的使徒 除了 大使徒 耶稣 基督 被拆来 世上 十二羔羊 的使徒 新夜 圣经 也称 几个人 做使徒 第一 巴拉巴 和保罗 称为使徒 你回去 看 那个经 我不看 没有时间 跟你们 一起 看了 第二 主的弟兄 雅各 也是使徒 还有一个叫 安多尼谷和 尤尼亚安 也是使徒 然后 希拉和提摩太 也是使徒 阿波罗 也是使徒 还有两位 没有名字的使徒 记录在 哥林多后书 八章 二三界 第七 以巴佛提 也是使徒 OK 你看我后面 第六个 和第七个 我有放一个 一个 一个 在那边 那你看 使徒和 差遣 在这些 在第六 第六 第六 第七的 经文里面 和使徒的 日根 是一样 其实 原文 就是使徒来的 OK 我们看 十九 第三 使徒的 自分 还会出现在 金字 教育吗 我们 关键的是 在今天 还有 在吗 感谢神 有的 让我们回到 以佛所书 第四章 以佛所 第四章 第八戒 十一戒 第八戒和十一戒和三戒 爱宁帮我读一下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鲁烈 鲁烈的丑壁 将各样的恩赐 赐给人 赐给人 他所赐的 由始 有限制 有权不应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不要成全使徒 圣徒 各尽使 其志 建立基督的身体 等 至等到我们众人再生到 上同归五义 认识神的儿子 可以长大成人 满允基督 成长 好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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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Based on这个经文 今天还有使徒吗 有没有 有 不是很确定的 我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 OK 我们看一下 A 假如上帝挪掉这些知识的话 圣经一定会有交代 并且告诉我这些知识 只是暂时性的 所以没有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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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今天还有使徒 不是没有咯 OK B 所有的五重知识是为了成全圣徒各进其事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也包括了使徒 还有没有 今天还有没有使徒 Hello 有 OK 我怕你们 我怕你们 不是怕你们睡去 睡 睡是好的 因为通常睡了圣经讲都会死掉了 不怕的 只说我要知道说你们清不清楚今天还有没有使徒 这才是最重要的 C 上帝安置这些五重知识要到多久 所有储存知识存在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空归于义 认识神的儿子得以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意思说今天你还要看到灵根派 你有看到福音派 Methodist 魏理工会 清新会 这些种种不同的自败还没有归于一 诶 无重知识是需要的 今天的使徒有什么课证 一二三四 有显著的属灵恩赐 有深刻的属灵经历 就是有亲眼见到主的 第三 奠定教会根基的能力 第四 能力生产充足的属灵领袖 先例 假如上帝护照你成为使徒 我并不是很在意 反正你不会从使徒开始的 没有可能上帝护照你是使徒的 从来圣经没有这样的经历 也没有这个例子 保罗不是一下子就是使徒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写着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纳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奈人路求和分封之王西律 同样的马念和并扫罗 这些人不是先知兼教师 就是教师兼先知 一个人可以有一个以上的自分 所以从此处经文 我们看到保罗是先知兼教师 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十四节时 才被称作使徒 他才成为使徒 请记住 不要追求民生和民先 假如我们不清楚上帝护照我做什么 我不会花一分钟的时间去烦恼这件事情 如果我感到上帝的护照在我里面 我会继续传讲 即教导上帝的话语 由上帝最后决定把我安置在那里 巴纳巴和保罗 不是一开始就是使徒 但上帝最终把我安置在使徒的自分上 也请注意 上帝看重忠诚不是明显 一位先知不比一个招待员得到的赏识更大 更高的指分不会得到更大的赏识 相反的更高的指分要求更大的责任 来我们尽快把他读完他 我们要复习几样东西 除了使徒约翰 几乎十二个使徒都是殉道者 不要以为说使徒很高兴啊 使徒都是死掉的图 死掉的门徒 最终就是要为耶稣而死的 为耶稣做见证 为耶稣而死的才是使徒 只有一个netsoc相诡不了 所以我直接觉得他还没有死 他还会来回来再死一次 上帝看重忠诚 耶稣身上的五重知识 你知不知道耶稣拥有所有的五重知识啊 所以经常说他耶稣升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就是他把所有身上的恩 所有的知识传到他的教会去 今天你不能看到完全的基督 如果你没有看到五重的知识 一起在工作 你没有看到基督在彰写在他的教会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使徒 这些先知 这些教师 这些传道 这些牧师 一起一起工作 因为耶稣就把这五重知识 四分五裂的分赐给所有给他的教会 然后接下来 因为神赐给他 耶稣是没有限量 因为什么他能够拥有五个 五个知识 五个智分都在他里面 因为他有没有限量的圣灵 在他里面 第一 使徒耶稣 耶稣站在使徒的智分上 因为他是上帝猜他来的 西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 你们应当思念我所认为使徒 使者 原文是使徒 为大基督的耶稣 第二 先知耶稣 我们知道耶稣也站在先知的智分上 因为他自称自己是先知 他成为自己说了这样的话 凡大先知除了本家 本地 亲属本家之外 没有被尊重的 他自称自己是先知 然后第三 传道耶稣 耶稣站在传道的智分上 因为他自己说 主德林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传福音是传道最主要的工作 所以耶稣是传福音的专家 OK 然后 你还记得吗 耶稣第一句讲的话 天国经了 你们要悔改 这就是传道 OK 第四 牧师耶稣 耶稣站在牧师的智分 牧师的言文的意思就是牧养 耶稣就 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耶稣不是为我们舍命吗 他是最好的牧师 OK 第五 他是教师耶稣 耶稣站在教师的智分 因为圣经记载很多 有关耶稣教导的事 事实上 如果你把四本福音书圈完教训和教导的日 你会发现 耶稣站在教师的智分 多过其他的智分 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教导福士的一些经文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十五 来 Dera帮我读一下 十四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教训 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二十九 来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就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你看啊 连我们的主啊 站在教师的岗位 比其他的岗位还要大 可是 人家往往看教师的指分是最低 最卑微 最没有用的 但是耶稣占的指分 是教导的指分 占其他的指分还要多 教师是很重要的在教会 如果没有教师在教会里面 教会会走一端 教会会乱七八糟 没有不平安 教会需要教师 不是使徒 因为马来西亚 你不会 你没有机会做使徒 因为你不会为耶稣而死 你没有机会死 OK 把这个关掉 我要暂停一下 OK 我们来看 恢复神所设立的五种知识 这是从里面读的 S帮我读一下 恢复神所设立的五种知识 本世纪大部分的著作 以教导所根据的 只是在我们受限的现况下 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 也就是说 大多数教会只认出五项知识中的三项 牧师 传父音和教师 目前所有的事共性的教会体制 结构和关系 一直都由那样的观点来决定 不过现在 使徒和先知的功能与知识 却必须得到足够的空间 及正确的结构才行 OK 在现在一门 包括现此时刻 传统上 认知在教会里面 只认出三个知分 一个是牧师 一个是教师 一个是传福音的 传道的 他是使徒和先知名有 我们 来说 接下来 我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条路 所有当今的侍奉者 特别是那些 即将在时代真理的启示中 行动之人 一旦蒙圣灵来教导我们时 就必须抱持 抱持着一颗开放受教 并且可调整的心 以致我们能在这条路上 走得更美好 我们必须遵行耶稣 在快要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时 给以色列领袖和百姓的劝勉 必须自觉 并且静后祭司 刚才在归的行动 当他们看到 夜归开始起行 就要跟着夜归去 耶稣3章1到3节 耶稣强调 他们必须跟随那跟随主的领袖 才可能知道该走的路 因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 耶稣3章4节 同样的 我们当今的教会 也向来没有走过这条教会 复兴死中的路 我们向来没有以完全 恢复所有五重知识 使徒先知团 福音牧师教师的方式来应行 暂时一下 为什么需要使徒来 因为那条路是我们从来没走过的 所以在开辟这条路 由使徒运动和使徒整个团队 来开辟这条新的路 直到夜市的再来 第十年恢复一项执事 我们在另一章中曾说明圣灵如何奉派 将基督恩师的职物带到正切的体制 前并未分已侍奉中 我们也指出神派定二十世纪的最后五十年完成那事 并且每十年要恢复五项中的一项 在那十年之中 他将带出一项特定的恩赐职物 在教会中得到 澄清、澄清、强化、广大 那项五重知识将在十年中被带出 并且并以下一个十年间完全建立的教会中 然后每个已恢复的职务 将会继续成长硬座 直到被充分了解、接受 并且叛演好神案例的角色 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神启示我 他为何选择特定的信息 来恢复五重知识 那在前的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二十章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的神圣则 已决定了恢复的讯息 当神在教会中 刚设立五重知识时 他们在先后持肩持续是这样的 首先是使徒 其四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第四是牧师 第五是传大 传福音的 再重建五重知识 并使他们回到 正切体制的五十年之中 圣灵从最后建立的一项 开始恢复 祝福回到最前面的一项 首先是一九五零年代的传福音者 其四是一九六零年代的牧师 第三是一九七零年代的教师 第四是一九八零年代的先知 最后这是一九九零年的使徒 我可以暂停一下 所以我要教会解释一下 你看呢 在早期教会 你看回圣经的时候 你第一个 耶稣选立的是什么 蛇的门徒是什么什么身份 使徒 在就业两千年前 上帝一开始的自分是使徒 在先的必在后 在后的必在先 使徒是由耶稣介绍出来的第一个职份 使徒 有吗 在两千年前 然后才介绍先知出来 然后再介绍传道出来 然后再介绍教师出来 牧师 牧师 今天我们 我们以过去的历史来看 五十年代是 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 很多人信耶稣 因为上帝兴起了很多的传道去传徒 在五十年代 建立教会 很多教育都建立起来 因为圣灵充满 灵恩派又出来了 拯救很多的灵魂 然后呢 传道之后呢 要在教会有教导 教师的职份 又跑出来 很多教导上帝的话语 接下来 因为太多人被教导 需要被牧养 牧师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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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八十年代 先知跑出来 九十年代 使徒跑出来 我们看到 在先的必在后 在后的必在先 这是圣经的原则 九十年代慢慢的才把使徒 再一次的推广 人家才开始认识什么是使徒 今天二零一年 经过二十年 九零年代是使徒的初行 就是刚刚成行 今天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使徒开始慢慢成熟 人家接纳使徒 甚至到一个极端的程度 随便自己称自己叫使徒 他是有历史的 OK 来 原 原 我还没有了解 人最初建立的五种 五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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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当基督就出在教会中 建立耶稣恩赐的 支付时 首先出现的是跟随耶稣超过三年的使徒 其次是新月的新知 使徒和新知的基本 使徒和新知团 自伏在教会中 对 团队借着设立牧师与牧养的长老 像牧人一般在教会之上 走路 喂养 引导信徒 是 是 佐治 既 还讲 既 当教会在教育上打好基础 有了具备牧师长老之事的正确教会体制后 借着传福音的旧从地方教会奉派出来 圣灵从地方教会拆选传福音者的方式 内依非令 内侍非令 由知识变为传福音者 从耶路撒冷教会到 撒玛利亚者 掌才伟大的传福音行动 传福音者不止前往 富贵等知名的地区 也前往教会 激烈的圣徒 使圣徒在基督 最后使命中 不断更新 从事古事 宣教 令死万民 做他们的门徒 来 明津 来 直到使徒 全难度恢复了 恢复了才会有最终的家会结构 全家户会充分启示 建立有关古虫子寺的运作 全品关系的体制 自体结构 直到那五十年 完全恢复所有 五重执事的合约为止 这项启示暗示着 金瑞人现在 传道者中 没有人从正确的观点看到人贸 我们各自拥有 本 展现的 只有并途中的不同片段 并且必须要等到每一片都被放在正确的位置 我们才能完全看到了解并建立全图 只有耶稣拥有核盖上的五 而我们只有核子里 我们只是核子里 坐纸上的那片 个别片段 那个别片段 现今或是传读音的教师的片段 大致上已经放在正确的区域中 先知的片段已被取出离开核子 并且正被分事 审视已决定该放置的地方使徒的片段 在1990年 才刚开始从核子里被取出 因此在2000年以前所建立的一切 这些体系与结构将会是受限制的短暂和短暂的 得到充分启示前的渐进是转变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 所有的执事就像五排游戏 我们手中各有一些牌 代表所得到的五重执事 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启示 圣灵将会要求每一位放在手中的牌 五重执事的观念 使他能转变他们 然后我们都要选取同一张牌 使我们能以同一项结构 而非五项的启示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1990年代 以21世纪起初 会有许多重新洗牌出牌的事 许多释放者 特别是使徒 在1990年代出现 傲慢地宣告他们 学到自己拥有一手完美的牌 可以完成五重执事的角色 但是不要被一个人的取势所限制 因为那人手中的牌要放下再次洗牌 然后那21世纪出完全正确的启示 才会来到 重新洗牌已经开始了 有些侍奉者已经开始设立指导 原则以教育 原来五重执事 来为五重执事 会犯出正确的结构和功能 使多 五重执行派和领恩派的侍奉者 开始变得紧张 关切这阵性起的一大群先知和使徒 不晓得该拿他们怎么办 该在何时何地 并如何让他们发挥功能 如果有的话 有些先知变得紧张 他们关切使徒的恢复 害怕使徒会使徒将他们 添入神位成定义的境区中 这种光景将可能使某些极端的教导和心思 也以使徒运动中产生 我希望能够在这当面提供一些了解 并且注尽平衡 因此本书会有一张专门 澄清某些潜在的真论 使徒未来的角色 当展望即将来到的使徒运动全胜时期 我们需要了解在教会中所恢复的使徒角色 以帮助我们避免误解疑极端 特别是要洞察使徒的本质 精致的使徒 存在的必要性 使徒自分的合一 位分 使徒与教义的关系 以及使徒与无从自视中 其他自视的关系 使徒的本质 首先使徒是谁 使徒的自视何为 使徒不过是蒙神 是以使徒基督的性情和功能的人 耶稣能行义能 并且知道关于教会的真理和天父的旨意 能够使用信心的恩赐分别助灵 并且透过使徒的自物 为他的教会奠定基础 带出词子 他能知道神对一个人的忠告和旨意 例如耶稣在撒加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对彼得所做的 是从他的先知 侍奉而来的能力 当基督耶稣呼召一人 并将他部分的人力属性和属神的性情 呼吁他时 他就奉派担任先知的自治 使徒能行义能 虽然他们在圣灵的恩赐上各有不同 却都有以下的恩赐行动 依并信心行义能 智慧的言语辨别助灵 以及有时所欲言 彼得和保罗是拥有最多使徒 侍奉利子的两位使徒 他们都能行义能 这是仁义的恩赐 为蒙昭成为使徒的侍奉者和其他圣徒 也许能行出一项过多项的这类恩赐 但恩高权柄和功能水准上却也有不同 使徒和先知都说一言 启示神的心意而宗道 然而以说一言之恩赐 服侍会中的圣徒 这受限以恩赐的一般性的活动 既造就安慰劝勉 并非每一个说一言的人都是先知 也并非每一个行义人的人都是使徒 当使徒和先知所得的自分和先知恩高来服侍时 就有权柄以Rema的话语来度测 纠正指示指导 如同牧师传道 所以传福音和教师以神的道来教导谐 讲道一样 如何成为使徒过先知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承示任何一项恩赐服侍 并不是出以自我呼召过指派 而完全处以基督的特权和恩赐 每位服侍者都需要知道自己在基督身体中的恩赐 直奋为何 我经过多年研究自己的人生经历 查考圣经和亲身参与 事奉之后下了这个定论 一个人最先会拥有一项神所赐的主要护照而能力 来充分展现五项行政的自分 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的其中一项 有些事奉总相信你会从五重知识中的一项 渐渐的转变的到另一项 我认为那是可能的 在一生中的某一个时候 事奉者可能会被要求担任其他四项知识中的一项职务 主将使用这些其余的事奉活动 使事奉者在其特定的护照中得以承受 我们读到这里 所以你看到 我稍微让你明白 今天是有使徒 今天是有先知 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读 来看看这些东西 有问题吗 你看呢 我稍微让你明白一下 五重知识的那个重要性 给我两分钟 好像我本身 我很清楚我被呼召成为先知和教导 但是你又看在我在教会里面做牧养 做行政 行政是因为我与生俱来 就是我一上地 从环境中一直把我在我的学习啊 我的领域啊 行政是我可以观眼睛做的东西 以前我怎样去管理工厂啊 这些的背景怎么样的 直到我能够处理行政的工作 这是容易轻而易举的 然后 我 牧养这方面 完全不是我的恩赐 我今天我能够牧养不是因为 我有恩赐 我是因为我在在教会太久了 变成老妖精 老油条 很多的 那些牧养的方式 牧养的 来龙去脉 我很清楚 我也知道啊 啊 啊 这个人感冒 应该给他吃什么药 这个人咳嗽我 应该给他吃什么药 我都懂 但是我没有恩赐 我不会说很容易的把人牧养到一个程度他能够得以完备 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 我只是功能性的帮助那个人 因为我学到 学习到 那 但是 我在另一方面 在教导方面 我就 如鱼得水了 我教导我就很容易的把很多东西来传递下去 那是上帝给我的 然后 在天资的岗位上 你看我讲道 你看我教导 你看我在服侍的时候 是完全跟一般的牧师是不一样的 怪的你们没有看的太多 你不能做compare 你能compare就是我跟李牧师compare 我的讲道是完全是跟李牧师的方式 这是不一样的 我必须要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 我不说他没有圣灵的感动 我是完全是去 有歧视 有话语 我跟着我那种 肯 肯治 我可以临场换我的 我的奖章的 我是完全这样受歧视和那种感动来支配的 圣灵的 先知性的那种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去服侍人家也是不一样的 我不要跟人家太close 太close我就 太close了我 几乎是没有什么话语给他了 因为我知道了 知道还在讲什么 直接知道就直接跟他讲而已 不可能就这样 但是上帝又把我放在 必须需要的方面 来做牧养工作 那牧养 如果我没有牧养这方面 我可能会变得冷漠无情 先知就是很冷漠 不是先知冷漠无情 我不要给你们错误的观念 是因为先知总是站在上帝的角度去看人 所以呢 先知就很容易产生一个 容易责备 严厉对人 但是上帝把我放在牧养的范围里面 使到我去感受了解牧养的难处 和牧养人的一些 所以呢 我就能够balance 牧者是站在人群 代表人群跟上帝求情 摩西求上帝赦免百姓 摩西带着百姓来到神面前 他有牧养 但是摩西圣经讲 他也是一位先知 所以先知必须要有牧养来调配 直到他balance 那牧师也不能单单只是做牧养 太放送羊群就完了 因为一天他要交账的 如果他没有好好把那个原则 那些给他一个明确的指示 这个羊群可能就 以后就坏掉了 所以每一个上帝把你放在一个环境 不是没有理由的 你可能护照是那一个 但是这些其他的功能性的帮助你 使到你能够站在那个岗位上 更perfect 更完善的去复制 OK 明白吗 所以当你在 在研读 在我上这个五重知识的课程的时候 你必须要 在一直读的时候 我鼓励你 我奉劝你 不是为了要上课 不上课 如果你对这个没有信息 我们就不教了 但是在上课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看 你审查 把你自己放在那边 你就能够知道 诶 我在分析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 你知道你是先知 使徒 传道教师 还是牧师 你就会 你的那个 里面那个 你就会很张手 然后你就在 那个 那个方面 你知道你是那个 你就不会往别的方向走 不要去做 赏识去做传道 如果你没有传 传道 如果你是能够牧养的 你就专注 你就在那边 然后让他 磨捏到他 能够如果 纯情地去 扶持 OK Thank you 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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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icamente 有什么 好 你 很 很